步驟的話,我們先開啟ExamEx16 接下來的話,我們在這邊利用這個地方,插入函數有沒有 找到rand,這邊英文模式ra,往下找 前面有用過,所以直接按確定,自動會產生一個亂數 按右鍵複製之後,貼到選擇性貼上,這邊只有值貼上 最後有一個它的亂數出來,用亂數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亂數做什麼呢? 去判斷說哪個亂數最大,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亂數取得最大的那80個題目 並且把它貼到哪裡呢?貼到這個Test裡面 貼到Test裡面當然有幾個方法 其實前面你也可以想一下,其實當然第一個你可以用排序 可是排序的話呢,前面的部分呢,這個地方 題目,當然你可以怎麼樣呢?用排序,排序方法也可以的 另外除了排序之外,要什麼方法可以把這個資料帶過來 又不影響出它的順序,原來的順序 這裡的話呢,其實各位可以利用,比如說我們要取得最大的 最大的幾個呢?最大的80個的話呢? 那這邊我們可以用Large,前面我們用過那個函數 再來的話呢,其實可以配合這個所謂的Match Match,這個函數我們好像前面也用過 Match之外的話,還可以配合像Index 所以的方式呢,再把資料帶過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會有個公式 這公式的部分的話呢,可以在那個16支4頁這邊可以看得到 16支4頁這邊有個公式 那首先的話呢,要做這個之前呢 我們先要定義幾個範圍 第一個的話呢,切換到這個Test這個範圍裡面 然後呢,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在這邊 先把這個,這個地方 先在1欄的地方,先定義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話呢,在插入裡面有個名稱 名稱裡面定義 把這個1的這個欄位呢 我們定義為這個考題 給它一個名稱叫考題 好,這個範圍的話呢,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做考題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將來我就直接指定這個範圍就可以了 利用這個範圍呢,去找到最大的 最大的那這個 在這個上面都做到最大? 不過在這個旅程中,這個 這個選舉在通過 我沒有最大,我沒最大 我們看出一個 的選舉在這個